现在中国大陆男女比例是在十一比十 在这十一个男人中 大概有八个不能满足女性期待的 剩下三个才真正进入了选择川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越是大城市的女性 越容易嫁得出去 拿了彩礼不是同意结婚 只是答应和男方逝者相处 又是一个接受礼物 不等于我同意的新观点 要我说相经理奇葩事是最多 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了解的吗 你直接问他结婚给多少彩礼 这也太现实了吧 结婚本来就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但不管出生如何 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梦想 那就是要嫁到台湾成为那里的媳妇 大陆好像都是要家里 男生要有车有房 女生才会嫁 但台湾好像还是会看经济能力 但是没有特别要求说 你没有房没有车 应该会 但是我还没有要结婚 会去跟男生共同买房买车 可以啊我OK 大家好我是米多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的商亲市场 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呢 甚至二十几岁正值美好年华二十出头的女孩 居然还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争先恐后的等待四个台湾男孩挑选 而且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 商亲地点在酒店一个包房里面 等待台湾商亲对上来挑选 他们都是大陆的女孩 有的家住市区 有的来自贫困的山区 但不管出生如何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一定要嫁到台湾 成为台湾男人的老婆 只要有台湾男孩过来这边商亲 当地的红娘就会忙得不可开交 当地红娘就会把之前务事好的姑娘聚集到酒店 这时就会安排到台湾男孩与姑娘们 进行一对一的三亲面试 女孩们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 他们都会精心打扮自己 希望能够被台湾的男孩选中当老婆 心中都非常的迫切的被台湾的男孩看上 为什么他们都想嫁到台湾呢 最近收到很多女生发信息给我 希望我能够帮忙介绍她来台湾 我觉得现在嫁来台湾的大陆女孩子都好幸福 前两天我在一个社群里看到 就是一个台湾男生在问 就是有没有什么社群啊 什么聚会啊可以参加的 因为她的女朋友很快就要来台湾嫁给她了 她怕她来这边没有朋友不习惯 所以就先帮她打听好 让她来这边有自己的圈子 或者是说有我们内地的人会让她比较安心 我常想 现在的大陆女孩越是大城市的女孩 越能嫁得出去 就拿上海来说 据我所知上海现在的伤心思想男女比例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比9 一个男性有9个女性在场 而且这只是表面上的真上远比你想上的扎心 谁还停留在中国300万光棍的时代呢 早在2018年一线城市的单身率就超过了67% 其中深圳里77.23%的单身率位列四大城市之首 而越是发达的地区啊 越是大陵的圣女的灭绝地 此时此刻中国女性单身数量已经突破了一个亿 过年前的城市相亲会上也变成了男少女多 婚介所呢都在为了男会员缺少而发愁啊 终结为了赚会费 甚至请男模特过来相亲 按理说啊 我国是男多女少啊 同龄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 应该遍地男光棍啊 为何如今反过来呢 当然不排除少数的这个优秀女性啊 奋行独生主义 但更残忍的真相是资本用最肮脏 最歹毒的手段捧杀女啊 她们给捧蠢了 也给捧废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一般这些胜色的姑娘们啊 自身的条件还真的很不错 那为什么大城市的男女比例在11比10呢 因为呢 大概有八个是不能满足女性的期待 其中还有三个才是她们想要的 那么她们的竞争局面又是什么呢 女性又在期待什么呢 其实啊可能是在期待户口 期待房子 期待学历 事业有成是最好的 人又讲得帅 少能养家户口 少能厨房做菜最好了 而且你还得是个田狗 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 中国单身女性正在被资本捧杀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生吐槽找不到男朋友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被毒鸡汤给害了 所有的毒鸡汤都在告诉女生 不能忍受你无理取闹的男生 就是不爱你 逢年过节不给你送礼物 发红包的男生就是不爱你 男人的钱花在哪里 他的心就在哪里 但反过来想一想 这样的男人 他的折扰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一般年到中年的男人 如果在大城市没闯出一片天地 买不起房子 多半可能会回到老家找个伴侣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 哪怕在大城市流不上来心里还是满怀期待闪着有交易予调到金龟序 能让自己一步登上天 我最疼没BBA了 好low啊 宝马奔支奥迪还low啊 你开什么事 我没车 但我是女生 我那些闺蜜的男朋友至少都是开保时捷的 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 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辆车给换掉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还有啊 我们家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结婚彩礼最低80万 还得买两套100平以上的房子 一套给我父母 他们养我不容易 还有一套呢 给我弟弟 他结婚用 其他的金银首饰 钻石什么的 一样都不能少 并且一定要名牌的 至少也得是个卡迪亚 之外啊 我还看到一个文章说男人虫的时候啊 可能压根就进不去伤心市场 而80%的女生认为积极的颜值在80分以上 这种认知的不匹配 导致他们陷入了挑三解释 眼高手低的扩进 这样他们就是谁都看不上 而且女性也的确是越来越优秀了 这里面呢 也有不少可以独断迎面的女藏人 但是他们却是因为藏得太耀眼了 反而让自己顺着面 变得更加的窄了 而且现在的女性啊 因为看多了偶像剧 看到那些别人的老公高富帅 日入八万 还焦急宠我 到处都是好说名牌包包 悲惩杀呢 没事的时候啊 还要搞一些浪漫的告白 而且啊 媒体平台上算法也特别爱推 这些能吸引眼球的内容啊 照常了 现在的女孩子眼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浪漫画面 如果这些只是惊喜 还只是个开胃菜 那是资本吹捧的 是火上浇油啊 那就是资本的黑手已经伸出来收割女同志的钱包了 可谓是用尽了一切的手段 吹捧女性消费万税 各种节日让女性花钱 比如是情人节 女神节 5207夕 他们基本都知道 让男人掏钱有多难 于是他们精心年纪了 又往往的毒鸡 他女人们就应该对自己好点爱自己怎么怎么样的 就应该给他买买买 还有一个就是感情导师出来推波作篮 其实啊 普通老百姓哪里受得起这个大环境低收入高烧费的帽子呢 一米五的姑娘非要找一米八的汉子 月入五千的非要找三万的 从骨子里面觉得我就是选女 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像好多好的男生都结婚得特别早 因为都被其他就是说这个眼前的女生就是强行 让他们英年早工了 就是怕到时候跑了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真实 因为一般优质的男生 真的就会被那些女孩子老公在手里把他跑掉 算是大事吧 这叫什么 什么男怕入错 好女怕驾车狼什么的 这个挺严重的 所以他们都驾不出去了 大陆2024年 奇葩农村男女伤亲更是更上一层楼 这农村女方对男方的要求 房子车子是必需品 彩礼已经是翻倍的了 之前可能要个几万几十万的 到了城市里 那要求就更加的奇葩 更加的严格 要求男方的父母要有退休金 不仅仅是要房要车 经济也不是很紧切了 男方的父母有退休金 她是不会变了 这样才有保证 城市里面的女性对于男性的要求更加的支持 更加的突破了底线了 以前我们相信谈恋爱要求对方有房有车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024年的新要求 对方父母男友一枚 党友是什么呀 就是父母要有空闲时间和退休金 一枚呢就是对方父母呀 没有不掉是好 以前我们要求有房有车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求对方呀 要有一个资产 以前有房子优势特别大 但房子它会涨呀 现在搞不好房子反而会变成拖累 这两年大家都发现一个问题 你今年挣了三十万 那你明年可能就互亏 你今年有好的工作 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但父母的退休金呀 它是不会变少的 并且每年都会涨的 你想一想 现在什么样的父母呀 每年都会领到退休金呢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体内的 或者是国际典型呢 这样的家庭呢 育金一般不会太差 所以你看父母有退休金呀 清闲没有不掉是好 清闲门槛并不高吧 但是综合起来看呢 门槛其实一点都不可以 但是这样的家庭呀 其实比简单的 有房有车的家庭 条件还要好很多 对新的一年的作为要求 两有必备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看到了没 这就是2024年 中国城市里面 伤心的要求 对于男性的要求 不仅仅是房子车子 那只是最基本的 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呢 父母要有退休金 收入要稳定 要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工作难找 各方面营事不好 房子也会降价 也会跌 到时候房贷还没有困完 房子价格又往下跌 这个没有保证的 所以要求父母一定有退休金 现在啊 中国大陆的女性是 挖空心思 要求中国的未婚男青年 各种各样的奇葩要求都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农村相亲的场景 所以说啊 在农村女性有很大的跨离权 基本上农村的未婚女性 相亲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男性供给女孩子们挑爽 首先房和车是必须品 要在城市里面有房有车 如果没有的话 全部被淘汰掉 第二个就是父母的年龄 不能超过50岁 然后就是男孩的身高 颜值等等 都是他们作为选择配偶的 必须条件 2024在中国农村相亲的条件 那就是这么的现实啊 如果你条件达不到 直接淘汰掉 合格的条件呢 有车有房 父母的年龄也要少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财力 现在的农村青年男女 要财力成倍的往上罚了 罚要四个九五个九 将近40到50万左右 人家的农村青年男女 财力成倍的往上罚了 四个九 多大了 25 我28 你个子不高 我看着 个子一起的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是健康 什么地方 教育机构的 当时的 那厉害厉害的 你那边 财力贵吧 那边财力得40万吧 看到了没 已经被无情的淘汰了 有的女孩子就会找借口 连手机号码 联系方式都不会给你说手机坏了 等等 在农村财力要50多万 大家想一想 在农村50多万 是什么的一个概念呢 农村有多少人收入 不足1000元 甚至500元一个月呢 50多万 农村人不吃不磕 要赚多少年才能赚到呢 很难传到 给完彩礼 还有白酒啊 酒席啊 车啊房啊 哪有钱结婚呢 把这个视频转给你身边还单着的大龄女性吧 不是让女孩子们放弃期待 而是要着眼于实际一点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有可能是唐真 你真转 半天不回我消息 不爱我了呗 那我走 你会后悔的 拜拜 爱情呢 是浪漫主义的美好 想象 结婚过日 却是产品油盐 仗照查 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就做多大的事 不要耽误了自己的一生 屏幕前的你 对我以上所讲的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订阅我 即将有用的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见